我來到這個地方 你會想起楚留鄉的歌 湖海洗過胸襟 簡直在這裡好像大盒小秋 好像仙境拿著把劍 景中 魂在廢去 月亮不去 即是下午就開船回來 然後停下來吃午餐 後面這個湖 這些是超級富豪的生活 我來看你 我來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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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關係 師兄也是專家 不要這樣說 大師在前面 在師兄面前 《八字》我是有興趣 《易經》我是有興趣 反而《紫微斗數》的興趣 我可能沒辦法領略得到 我的人 通常還未開竅 所以我未必可以玩到《紫微》 反而《八字》我是很有興趣 《易經》 《易經》我對《梅花》《易數》 我就嫌他 我嫌他太過簡陋 可以說是 其實是簡單版 只是分體用 然後生黑 我喜歡玩五行役 五行役就是 分開是綠淆那種 綠珊 我覺得這樣的時候 挑戰大很多 應該涉及到《紋皇掛》那邊 是的 我喜歡那方面 但是有時候 如果看大局和快 我都會參照用《梅花》《易數》 首先梅花《易學》 還有大局更容易看 一些人找你 通常都是想知道 結果是怎樣 《梅花》《易數》 很多時候都是 如果你不是自己想知道 人們都不會太問你細節 因為你再問細節 你都看完《八字》 基本上你一做全部都做了 有《八字》 那《紫微斗數》呢? 不是《紫微斗數》 我是《紫白飛聲》 《紫微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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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紫微斗數》 《紫微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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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已經完成了 你再跟《紫微斗數》 對待有什麼差別 你就知道 主要就是《九星》 和《八門》 就是看看它的《吉空》 還有 有時候你可以看看 事情 會發生成什麼 聽說《奇門遁甲》 是以前行軍打仗的時候 走路的時候 就是看哪一部可以走路 可以生的 是不是這樣 是 因為春秋的時候 或者再早一點 其實真的是用來打仗用的 尤其是《諸葛亮》用得最出名 《八振圖》 還有《司馬遷》也有 他好像叫 一元混沌 總之是和《諸葛亮》 差不多 因為他在《龍中隊》的時候 他們有說過 有 有說過 甚至乎 知道有些黑社會 就算是開片 被警察追 的時候 他也是馬上起掛 然後在哪個方向走 走路被警察 都是這樣起掛 因為走路 看道門就知道 看道門 看道門 然後就 知道哪個方向走 即是東南西北 哪個方向 八個方向 八個方向 八道門 然後再看神座 有沒有神座幫你 有神座你就走得更加好 沒有神座 或者地方 方向不幸有傷黑的話 其實走來也沒用 不過在這樣的情況 你不要看我大老 走十下 我都走回頭 撲拉 有iPhone 現在不是 現在 Google Map更方便 我現在走路 用Google Map更方便 還是用旗門遁甲 App更方便 你Google Map 他又不會告訴你 哪裏有警察 有Waze Waze 告訴你哪裏有警察 現在在Waze 前面有警察 快點走 現在的Apps真厲害 哪裏有警察 都告訴你 好了 今次Terry 就故意從 L.A.那裏走上來 是不是踩場 大哥很害怕 不是踩場 因為之前 幫助我師兄 買了些東西 然後 他又再主動聯絡我 就說 咦 這麼巧 再加上來鬼節 是不是上來 找師兄一起 和大家聽眾講解一下 來著鬼節 有什麼可以 需要防範 或者是 這麼巧你真的 時運高了 撞正的時候 你有什麼需要避忌 或者你需要怎樣處理 免得大家 到時觀眾 兩頭不動 我 好啊 其實 接下來 中國人 盂蘭節 7月14日 首先 泰國 沒有7月14日 沒有這件事 但是泰國有鬼節 泰國的鬼節 其實每一個省 有不同日子的鬼節 那是嗎 是 那 如果正式來說 他們的鬼節 是一天的 不同於盂蘭節 整個7月 都要小心 7月14日 要頭到月尾 他們通常是一天的 好像是10月 10月9日 我也不太記得了 那那些 idea 是不是一樣 鬼門關大開 不是 他們不是說鬼門關開 他們是鬼出來吃東西 找東西吃 等我們這些人 給他們飯 供飯 在街邊供飯 差不多 類似 但是他們不是說鬼門關開 那天就是供鬼 即是遊魂野鬼 過來吃飯 對 那中國的鬼節比較慘 一年才開一個月 那也未必 或者他不是在鬼門關 或者他也是遊魂野鬼 過一個月就被人送回去 那你說 有什麼秘技 其實很多人很有趣 在街邊燒衣 供飯 就一定會說 叫鬼靈 幫幫忙 給我種一條 六頑彩 等等的東西 我都是貪這些 賭錢又贏 給我一些頑彩 其實這件事是一個 很忌諱的東西 你供他 你是出自你的內心做好報 是吧 或者希望他不要跟著你 那你燒衣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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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香供飯給他 就算了 你千萬不要去這些縣 萬一他幫了你 他真的會跟著你不走 那些真的會跟著你 會有這個情況 他會跟著你的 你不要去些縣 油魂野鬼 不是開玩笑 但是你正常人 加鬼還加鬼 你現在用油魂野鬼 你不知道他 內力不明 你不知道他 什麼色 我 楊哥說 我問你借錢 也不會問大耳洞 借錢 九出十三鬼 死人 是不是 對 差不多 很多人 這個很驟忌 他不知道 好像怕吃虧了 我買了一隻雞 買了一塊燒肉 又買了一瓶酒給你 變成有目的 你加鬼不同 自己養的鬼 和油魂野鬼不同 千萬不要去 不要擔心這些小便宜 那就是說 我們燒衣 甚至是 給食物 豆腐 芽菜 飯 到處訂購的時候 千萬不要祈求 有什麼回報 不要有回報 就是有一個善心 你那些鵝鬼上來的時候 可以吃 給你一口吃 你希望他不要跟著你 不要給麻煩 你已經撿到了 不要還有什麼要求 我養了大姐這麼久 我都沒見過他一面 我很想見他一面 到了七月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說 我希望可以見到你一面 或者夢中相見 可以嗎 你可以求他 你要跟他說 魚蘭 我猜應該十四十五會比較靈驗 因為那天是比較最重 最重的 最重的 這樣的時候 就是可能 真的會見到 看到我真的開心死了 這麼久 我都沒見過他真身 都不知道美不美 求一下他 我給了很多美的化妝品 美的衣服 香水 控一下他 看他一面 不是有任何人心 如果你幫了我這麼多 無論在財運上面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祭遇 希望可以見到他 多謝感激 我沒有這個心態 我沒有這個心態 是這樣的心態 不是你以為什麼 人鬼亂啊 怎麼知道你 電影人鬼情味 可能很刺激 有觸電的感覺 等於 歌神一拿出來 哇 觸電 觸電 哇 好電啊 有些人真的 拿著牌子 哇 電啊電啊 這麼久拿著牌子 都不會有電啊電啊 這樣的感覺 我想知道 比如 風水物品 尤其是水晶 那些都會特別選人 那 佛牌那方面 不論是正牌 邪牌 都會不會刻意去選擇他的主人呢 這件事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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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這類是比較 特別一些的情況下 但是你說 有些 很多人就說 你未必 適合戴什麼什麼 佛牌 其實不是的 任何人都適宜 戴任何 的佛牌 佛祖法相的 或者 天神 都 都 沒有關係的 外面的師傅 就這樣說 男人 不要戴那些女人牌 女人 又不要戴那些男人的牌 大了 很嚴重 哪些 什麼叫男人牌 這個我真的不懂得分 我知道 這樣說 我都沒有去細考 因為這個節目 我們是在YouTube 這樣看的 沒有這件事 沒有 那不是說 昆平將軍那些是男人牌 那些是不是 胡蝶仙 那些是女人牌 是不是這樣 昆平呢 因為 異性元好 其實是男人適合帶多些 但是你說 女人可不可以戴昆平呢 都可以 但是很少 少 在泰國 我都沒有見過有女性 戴昆平的 反而在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 見到 在馬拉那邊 會見到 但是 可不可以戴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有些昆平不是只是 異性元的 有些和尚做的昆平 可能是 給你有好的人緣 還有避險 嗯 嗯 嗯 那你說 昆平是比較特別的 其他 天神 那些牌 沒有分男女 那男人都可以戴那些 胡仙 胡蝶 那些沒有問題 可以 那些牌箱 都是自己戴在身上 那些也是 諸說暖說的 可以 沒有分的 甚至 音牌也是 沒有說 那音牌 會不會說 真的 有些人不適合戴呢 會 會 他畢竟都是鬼 那有些可能 你本身 已經 超音了 如果超音也要看八字 我建議你 開過命空 你再接觸鬼的 那你會不會拖累 你 仍然磁場低一點 不代表你會不會好運 是兩件事 磁場 磁場陰 和 最暈滯的時候 最黑仔 和好不好運 是兩件事 所以 所以 我以為是一件事 兩件事 兩件事 你運濟磁場低 就會撞鬼 那些人都是這樣說的 上大人 連貫性 連貫性 你黑仔還是黑仔 磁場低還是磁場低 有時 原學上 我這樣看 如果你運濟磁場 或者磁場低 而你又刻意挑選了 音牌的時候 我這些都是可能 你和音牌之間的關係 這個真的要兩體 看福報 或者會不會因為 譬如 要幫某個音牌做些事情 或者會不會因為 他們兩個前世關係 互相影響 前世就未必會 譬如你剛才說到 那個人的運氣很低 他適不適宜帶音牌呢 這個情況是兩體 視乎這個人的內心 即是他那個行為 如果這個人作奸犯科 尊重一些缺德的事情 那些鬼都未必會喜歡 那你 人的運氣已經很低了 你又作奸犯科 逼糧為槍 好事不見做 壞事做到盡 那你帶音牌 可能還會壞些 因為他生前都是人 如果這樣說 正牌也不幫你 正牌因為佛的慈悲 慈悲心 對嗎 他有慈悲心 你帶和尚的自身牌 他也是慈悲的 和尚不會說 因為你是大賊 他不讓你去見他 也不會 那也是 耶穌臨死之前 釘十字架 隔壁那個 都是個重犯 你現在立刻信耶穌 你立刻可以上天堂 這麼好 我立刻信 聖經說他才可以上天堂 這種慈悲心 無論佛祖和耶穌 都是一樣 我們一般普通人 凡人 就未必會有這個慈悲心 但是 佛祖有 你做到佛祖 怎麼會沒有 和尚得道高僧 也要有 不是你這麼容易做得道高僧 耶穌也有 是不是 聖經也有說 不是 對了 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 不如這樣 Terry 好多謝你來到這裡 就和大家聊聊 下集的時候 會不會和大家再來 沒有問題 下集過來 OK好 拜拜 大約每個月 Atlanta最有名的 其中一個Retro 每人的排隊 由現在5點半開始 就排到差不多11點鐘 這樣才原汁原味 是第五季的 Terminus 這個就是第五季的 Terminus 都會很改變 從從開始 尤其是Carroll 和Meggie 剛剛的高度 你放在那裡 基本上是兩小朋友的高度 基本上 由早上開到晚上 都是這樣的奇景 對 對 好 好 希望你喜歡Atlant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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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